大家好,我是刘四尔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史玉柱的故事 史玉柱创业不到一年 到了1989年10月份 史玉柱将100万再次全部投入到了广告 效果出奇的好 M6401月销售额成至攀升到了500万 1990年的前三个月 史玉柱已经赚到了3000万元 而在1990年三四月份 公司遭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 邱博君的WPS借助方正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 软件的综合程度都比M6401高出一筹 史玉柱就再次封闭开发了半年 半年后出来的产品就是M6402 而就是因为史玉柱封闭开发M6402 导致妻子逼他而去 从M6402开始 史玉柱使用巨人汉卡的名称 当时的IBM也叫蓝色巨人 非常火 史玉柱呢 就抄袭了巨人的这个名称 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 WPS已经超越了M6401 巨人的M6402虽然缩短了于WPS的差距 但还是无法超越WPS 在1991年8月 史玉柱和他的团队推出了很大突破的 M6403型汉卡 这个时候史玉柱想出了一个点子 把销售额一下子就超越了WPS 而他想出了一个什么点子呢 就是电销会议 之后就在深圳召开了第一届巨人连锁会议 史玉柱也当场拿下了3500万元的现金支票 这是史玉柱的公司 销售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创业两年的史玉柱 因为公司注册的问题转战珠海 他开始创立巨人集团 之后巨人集团开始迅速发展 资产规模也接近了3亿 成功的人野心永远都是第一位 史玉柱开始不满足于只做巨人汉卡 史玉柱开始做巨人电脑 多媒体教育软件 直到珠海市为了支持高科技公司 给巨人就披了一块地 拿到地之后的史玉柱 决定给公司建一栋18层的办公室 经过会议讨论 大家都认为18层不好 史玉柱就改建19层 不久后 史玉柱又鬼使神差地改建成38层 而在《珠海特技报》登出的 47层金山大厦修建计划后 令史玉柱立马改变了想法 目的也只有一个 超越金山大厦 巨人大厦再一次被修改到了48层 这种带有幼稚的赌气作风 令史玉柱不断加高巨人大厦的楼层 不久之后 史玉柱又看到了富华公司的 58层大厦招标广告 再次不惯示弱的它 将巨人大厦加高到了64层 1993年 巨人集团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 当年的销售额即达到了3.6亿 位居四同之后 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 史玉柱也成为了珠海的第二批 获奖的知识分子 而在64层的巨人大厦图纸都设计好之后 梁广大找到了史玉柱谈话 希望史玉柱能为珠海争光 将巨人大厦修建为中国第一高楼 而珠海市政府原本批给史玉柱的 1万多平米 为了支持巨人建中国第一高楼 市政府又多批了3万多平米土地 于是巨人大厦从19层 一直加到了72层 而原本38层的预算大概在2亿元 到了72层呢 增加到了12亿 为了12亿元的建设资金呢 史玉柱卖起了楼花 而此时 由于中文操作系统 和微软办公软件的进入 巨人的汉卡也逐渐走向了末路 史玉柱去美国考察回国后 开始搞起了生物项目 1993年8月 史玉柱建立了巨人生物开发公司 不久后 史玉柱就开始研发脑黄金 脑黄金的战役 从1994年5月18日到1995年2月18日 在这整整的8个月时间内 在供货不足的情况下 回款依然达到了1.8亿 1994年巨人大厦开始开工 1995年 从脑黄金抽血1个亿建设巨人大厦 同年呢 巨人推出了12种保健品 投放广告达到1个亿 史玉柱也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年 1996年 又从脑黄金抽血1个亿 续建巨人大厦 同时卖楼花也得到了1.8亿 但是巨人大厦的资金依然高级 此时脑黄金也卖不动了 乌路偏方连夜雨 形势也急转直下 这时 史玉柱开始研究脑白金 脑白金也为史玉柱打翻身杖 埋下了伏笔 1997年 巨人大厦为20办公 随着巨人 史玉柱身陷重围的文章出现 东方的蓝色巨人倒下了 巨人大厦也只建设了三层就全面庭空 强倒众人推 媒体的狂轰滥炸 一系列的负面报道 使巨人和史玉柱身陷重围 购买了花者上门要求退款 总部的办公楼也被拍卖提债 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 巨人集团欠债2.5亿 经过了一年的逃避 史玉柱终于想开了 史玉柱曾先写下这样一段话 最难过的一段日子是 1998年上半年 继脑白金上马前后 那时我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都没有 有一天 为了到无锡去办事 我只能找到副总继 他个人借了我一张飞机票的钱 当天赶到无锡 住30元一晚的招待所时 女服务员认出了我 但他没有绩效 相反还送了我一盆水果 那段日子我真的是一贫如洗 也许这种资本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创过业的人 大多数是有感触 1998年3月 史玉柱带着剩余人马 从无锡开始做脑白金 做脑白金需要资金启动 史玉柱就找朋友借了50万元 而这个朋友曾经向史玉柱借过500万 借到钱之后 史玉柱先拿出了15万元 补发欠的工资 又拿出了15万元 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 留下5万元做储备金之外 15万元全部砸向了将银市场 第一个月就上来了30万毛利 相当于净赚了15万 然后用这30万 再加上5万元的预备金资金再砸 第二个月就净赚了30万 1998年5月 史玉柱赶往无锡开拓市场 仿照江阴的模式 将赚到的30万元 全部投入到了无锡市场 第二个月就赚到了100多万元 脑白金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月销售额最高的时候 居然达到了1亿元 利润达到了4500万 2001年沉寂了三年之久的史玉柱 付出江湖 重出江湖的史玉柱 第一件事就是 还清了金1.5亿元的巨债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